这根粗油管 这根粗油管是 这个主缸往加压力 它是加压的 然后这个粗油管连接的罚块 罚块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这根最顶上 这根是快速下降 是这个油缸快速下降 这个机器上 然后这一头连接的罚块 连接的罚块 第一排最上面 第一排最上面 然后这根油管是 这根油管是 快速上升 快速上升 然后这个机器上 是连接的这里 然后罚块是连接到 这个第一排的 第一排的最下边 第一排最下边 这根管子是冲液罚 油缸上的冲液罚 然后它连接到 连接到机器上的这里 连接到机器上的 这个位置 这个是机器上的 推块钢 推块油缸 推块油缸 这个是 这个后边 这个管子是 是进油 是往前推的 这个管子是连接到 这个罚块这边的 第一排第一个 上面 然后这个 这个 前面这个管子是 是收回来 退回来 退回来 然后这个管子 是连接罚块的 第一排的 这是下边 然后这个 这个出来 这个油管子 是这个主缸 是出气的 放气的 这个是连接到 油箱上的 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 这个白色的透明管 是这个副油箱 这个小油箱 副油箱的 回油 回到这个油箱的 连接到 油箱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小管子 白色的小管子 是连接到 是它是放油 放这个小油箱里边的油的 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用的 它这个是 除以是维修了 或者什么 然后放油 这上面有个开关 这上面有个开关 然后开开 它就放油 然后可以把油 放干净 放到这个 连接到这个 位置 这个电击线 这个电击线 是这个螺旋 螺旋进掉 这个电击线 线接在这个下边 三根线 然后连接到电柜 这边是连接到电柜 这里 这上面接的 接的有标签 接 进掉机 就是刚才那个 螺旋电击 接这个方向 接这个位置 这个 这个电击 这个电击到时候 把这个孔 把这个孔开开 然后线从这个孔里边进去 接这个位置 三根线 接这个位置 然后它连接到 连接到电柜 连接到电柜 这个位置 这就是电击线的 主电击线 连接到这个位置 下面写都有 阀块的控制线 阀块的控制线 就是这根线 这根线出来 这根线出来 接到电柜 接到电柜 这个位置 这个是可以去掉的 可以把它往下去 然后 然后照着 这上面有这个线号 对着这上面的线号 这上面往上一擦 就可以了 这四个线位 这上面还有一个 这后面这个线位 它是连接这个线 接这个线 这个线 接到电柜 这个位置 这个也是可以去掉的 也可以插上去 就行了 这上面都有 这上面都有这个 上面都有这个线号 线号对线号 然后我上面一插 就行了 然后这边是主线 这边是拉到一个主线 主线接到这上面 这是开关 主线旁边 这个是零线 上面是一个零线 零线是必须接的 然后这上面 然后这就是 所有的线都接完了 然后我们先 操作手动 手动前操作一个 这个是自动 这个是手动 先讲解一下手动 怎么操作 手动操作 然后启动油温 这个是启动 启动完之后 这个是如果是说 关机器的时候 这个是油温关掉 就行了 启动完之后 启动完之后 先那个 先进掉 对吧 这是螺旋进掉 先螺旋进掉 螺旋进掉完之后 主线降 主线降 压到底之后 开始加压 开始加压 加压之后 然后主线上伤 伤一点不要伤完啊 要伤完的话 它会 要会掉下去 掉进这里边 上伤一点 然后推块 推块后 往下 推块后就是什么 把这个推块输回去 输回去完之后 主线降 然后降到底 把这个块压下去 压进完之后 主线省一点 主线再伤一点 主线再伤一点 伤完 伤生一点之后 对 批块钱 把块推出来 然后主线上 然后主线上到底 这就是手动操作 如果说打自动的话 搬到这边 打自动 然后自动启动 就不用管了 它这就是循环 自动启动 如果说像关机器 让个自动停止 或者按机停也行 这个油泵 或者按油泵停止也行 这些就关掉了 现在这个 我用手动操作一遍 先用手动操作一遍 看看手动怎么操作的 然后油泵先启动 然后这个灯就亮了 这个油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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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机已经转了 进入机先 进入 点一下都不用管了 因为它这是有时间限制的 你落车就是5秒 进入 按一下 自动进入 它有时间限 现在是停了 进入完之后 竹缸降 进入完之后 按竹缸降 按一下 然后降 然后 这样 这样 按 按几秒钟 加完压之后 手松掉 然后 鼠缸上升一点 不要伸太多 按的是鼠缸上升 然后是推块扣 按这个推块扣 所以说 这个推块 就这个 这个推块往后退 把这个推块扣 然后 这个推块扣 然后 土缸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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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块 冲下去 冲下去完之后 土缸上升一点 上升一点 然后 然后按这个推块前 把块扣出来 现在 这就是把块扣出来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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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缸上升 按土缸上升 好的 发射个 土缸上升 在一个 手动速度 就行了 然后在按自动的时候 你演个自动 再做 然后 然后按一个自动 启动 我展现尽量 按个自动 你就不用玩了 这是一个过程 然后 自动停止 把这个自动停止 这个自动就停掉了 然后把它转到手动上 油泡停止 好 把这个再关掉 再会关 电又断了 就行了